真的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和姐姐是第一次见面 在今天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 就比较有感触 说今天你来了 那上帝他就要赐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 这些日子我一直 里面光景都是特别特别冷淡的 然后我也找过一些长辈 或者是一些属灵的长辈来为我祷告 但是效果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的 也都没有从心里得到释放 但今天姐姐之后 然后我也 我又请求于他 我说请你帮我祷告 帮我释放一下 在他帮我祷告的时候 他提到了这样两点 第一是单纯 然后第二是宣教 在开始我没有让他为我祷告之前 我的心里是很挣扎的 我就是和上帝这样祷告的 我说婶儿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离你好远好远 我觉得我好像和你就是背道而驰 我想要拥抱你 我真的很想要紧紧的拥抱你 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去做 我总是觉得仿佛在一个角落里的那个时候 才是我最舒服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怕见到你 我怕我把我的心门打开 我怕把我的心来向你持楼 一直让我很很 就像是引以为骄傲的 就是我觉得我照别人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比较单纯 因为除了除了这个单纯 我真的没有什么了 可是最近真的是湿着一年多的时光吧 我觉得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 我觉得我唯一的一个优点 仿佛都没有了 那么上帝他还怎样爱我呀 我真的怀疑上帝他还在不在乎我 但是今天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我说神啊 在曾经每一位先知啊 或者是每一位长辈 为我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我的单纯 可是从今以后 经历了这么一年多的挣扎 有谁还会再想起 有谁还会再说你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很复杂 然后在刚才 我祷告的时候 他上面就提到 说上帝看中你 因为你是一个单纯的人 当时我的眼泪 真的就止不住的流了 因为我觉得上帝他还爱我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 单纯的一个种子还在 所以说我觉得 我应该从一个人性的一个改变 我应该真正再回 再回到小孩子的那种单纯的央视 然后在后来 姐姐他又被我祷告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宣教 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一个护照 但是现在我一直都抛下 我也不会再为他去祷告 我就是置之不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离我好远 提起来的时候都是我一个痛 在一年 在一年前吧 然后接到了上帝宣教 有关于宣教的一个护照 可是我在一直 请求上帝能够来给我 预备一个 与我结巴而行 踏上宣教路程的一个人 然后终于找到了 我真的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可是在后来又是经历了一些事情 给我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就就分开了 到现在也都不再联系了 然后所以说 我就不敢再提宣教的这个字眼 甚至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秘密 谁都不知道的 所以说我就真的不敢再去提到 那姐姐 他居然他又提到了 说说你要去宣教 说这是上帝给你的命令 我就觉得无论怎样逃避 都是逃避不了的 所以说 我回去之后吧 我也应该向上帝 重新的来祷告 重新的把我的心交给他 无论说从我性格的改变 还是说从我以后的一个人生的计划 我到底应该怎样去做 或者是我该与谁去结伴 谢谢你 好像还有一点就是 你一直不能经历圣灵的这个工作 就是好像回避害怕 还有一点就是 对我一落了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一直觉得 因为最近 我刚才提到说 因为我最近我觉得 我觉得我最近很羞愧 我不敢再见上帝 我觉得我的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 觉得各个方面都是罪了 所以说我不敢再去经历圣灵 我不敢再去经历圣灵 我怕他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挖开的时候 都照到太阳光之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丑陋的地方 所以说我就真的不敢再经历圣灵了 但是今天我也有在祷告 我就觉得 我真的应该有这样的一次勇气 然后如果要是姐姐 你没有和上一个姐姐 在那个屋子里祷告的话 我都会去叫你 因为开始我们是在大厅祷告 所以说我是不敢到的 但是后来我说 求你来给我预备地方来给我预备机会 然后结果后来的祷告都是安排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所以说我就真的感谢上帝给我安排这次机会 我给你祷告的时候 我给你祷告到说你害怕去别人给你祷告出来什么 你害怕去清理这 对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一些罪恶 我觉得我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罪人 几乎谁谁都没有我这么严重 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真的不敢再让别人祷告 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每个人都是 对我真的我真的不敢再让别人为你服事 对对对 因为我被人都说出来一些 就是对在曾经也找过一些熟人 然后也都附近那些长辈我来祷告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然后再从此以后我就觉得 哎呀仿佛他们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 是不是我的需要太高了 那我岂不是很骄傲吗 我就觉得天脑又多了一箱罪 所以说我真的我真的感谢祝 跟我预备这些机会 然后也都让我认识你 感谢祝你 谢谢你不是我 谢谢你 这些都是我真的不期待 我居然能祷告好心窍 这都是你心中的秘密 你心里不知道 我就觉得我站在旁边好像看到神的工作 虽然是我为你祷告 但我觉得好像我在观看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是曾经都是我心中的秘密 可是现在我愿意敞开 我也愿意放下 因为我真的放下了 所以说我愿意向大家来吐 感谢祝 感谢祝 那你是刚才是怎样领受呢 就是教育上你 然后那些话语就出来了 然后他流眼泪了 然后我也被感 但是他流眼泪的时候 我也是被感动了 就是我能感受到他里面的忧伤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随着我的口 说出来的时候 我是听到了 如果我的口不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 是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也听到这个事情 因为你的多年的等候神 神就很容易的透过你的口 就说出话来 而且不需要前面怎么去预备自己 只要我开口为你祷告 好像神就开始讲话 感谢主 荣耀归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祂是真实地来服侍我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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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